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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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錯了 我們今天做氣鍋雞 氣鍋雞除了指一個菜式餅 其實是實際指 這個叫做氣鍋的東西 做出來的雞 鍋是這樣的 中間有一個洞 水蒸氣的氣 就會在這裡流出來 然後滴在中間 所以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烹調的器皿 為甚麼我做呢 起源來自一個菜 裡面堆滿了肉 然後不是入湯 可以用來配飯 配米線 非常非常棒 而且做起來 基本上是跟普通的蒸雞差不多 但是那間店有個奇怪的點 就是它有兩款雞 我們這次一次過做到兩款 首先處理這些 你需要準備一樣這樣的材料 這裡其實是選配的 你覺得你適合放進去蒸雞的東西 你也可以加一點 好看完了 我們看看有甚麼材料 你要預先浸還是會比較好 這次我們會選擇了有少少少雲耳 還有少少松草花 這裡有多了 這兩樣東西基本上是要先浸的 好 那我們先處理這個雞 那半隻就夠了 而且這次呢 除了用這個 我們可以用自己用一個碗來做 你當它是一個普通的蒸雞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就兩邊對照 出來看看有甚麼分別 那如果你要處理當它是一個湯 那些配料你可以再調整一下 好啦 那我們已經切好了 基本上依你自己需要斬件 那這裡呢 成隻的 因為烏雞比較小一點 好 之後還有甚麼要處理 要準備的呢 就是薑 我們需要四片小薑 你就應該是兩片 好啦 那我們進入調味的部分了 沒有甚麼特別的 這裡這些東西 胡椒粉 跟著少少鹽 少興酒 油 粟粉 那我們順次再加了它 鹽的份量就好看你 其他配料的量去加多少 因為如果不是就會太過鹹了 那這裡就要剝四分一 少少胡椒粉 少少可以了 啊 漏了少少糖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邊都先加了 那這一堆東西 拌勻了先 油 最後 粟粉 粟粉也是不一定要加的 你看情況 等它有些東西包住 沒有那麼粗 最終 好 那兩堆東西 準備好了 基本上等它一會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好 然後讓它去醃 味一點 與此同時 你那些東西都一定已經浸好 就可以 準備放進去 一起煮 我們又回來了 草草花 和雲耳 基本上已經浸好了 你看看 那你就拌一拌 倒水 水不要的 裡面有很多塵埃 雞啊那些 我會這樣做的 先把這些 拌在底下 因為底下 其實是最... 熱的了 之後呢 才把雞肉放進去 蟲草花 就盡量 帶著一點 要不然 你拌散在裡面 其實你吃的時候 不是很覺得它存在 然後呢 就用雞蓋著它 然後放一些在上面 鵝絲方塊 然後呢 我們還有一點點紅棗啊 杞子啊 你喜歡浸了它就可以 不浸就可以了 那半個小時就可以吃了 半個小時熟了 那這個一個小時 就會再軟一點 如果你想極致 或者你湯 你就起碼兩三個小時 那如果我們家真的沒有氣 那怎麼辦呢 這道菜 照樣是一樣可以做到的 沒什麼大問題的 首先呢 我們找一個玻璃兜 為什麼玻璃兜呢 因為玻璃兜的全熱 沒有那麼快 你不會用鐵兜的 鐵兜全熱很快 那基本上呢 那些雞肉呢 就很快熟 然後呢 其實你就變成一個普通蒸雞了 我們呢 希望在一個燜到呢 慢慢傳進去 低溫一點 然後耐一點點時間 那出來呢 那個雞呢 就會有一種很慢煮 那種嫩一點 就不會很硬很實 又不會過熟 就算長時間呢 都可以慢慢入味的感覺 那我們呢 把所有東西拌勻好了 這次這個比較簡單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把那些雞呢 放進去 放在這幾枝上面 跟著 就是 將它變成氣鍋的時候 了 錫紙 那呢 就撿一撿它的形 包鬆一點 就是你其實這樣沿著它這樣包的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揉一點點洞 讓它的蒸氣可以透進去 那你呢 就可以放進去蒸的了 但如果你沒有那麼高的 我用蒸爐的 那這樣就沒辦法了 但如果不是的 我用蒸焗爐的 那你就可以好像我這樣做到那麼高了 我們呢 兩個都準備好了 進入呢 蒸那個步驟 好 來了 那我們蒸了 氣鍋要怎樣蒸的呢 就是這樣 找一個跟它差不多的鍋 然後沾著它 其實大一點點 我想會好一點 但是呢 我下一個大呢 就大大了 這裡呢 這邊就會太多流氣位 那我們就加水了 那煮滾之後呢 放進去 慢火一點 讓它的蒸氣不要太強 之後呢 就慢慢這樣 那些氣呢 就會在這個孔那裡 慢慢地蒸出來 蒸了在蓋子的頂上 然後上面的凝結 就會慢慢地浸在旁邊 就會滴在你那個材料那裡 這個呢 這個呢 效果會差一點的 確實 我都試過 因為這個蒸氣沒有那麼容易進去 那所以呢 你多開一些孔 或者你淋回 可能最後的十分八分鐘 你就掀開這個東西 讓它的表面呢 受多一點蒸氣 否則它的頂有機會 太過乾 看火啦 預防它乾水 但是呢 其實這個裝置呢 其實挺好的 它比起一般蒸的那個 漏風的程度呢 是少很多的 還有今次我們因為用那個 比較小的火力去蒸 所以它沒有 這樣蒸發得這麼快的 我們把這個放進去 我們的蒸焗爐裡蒸 是嗎 唉 我看到有一點點漏水 不如拍一下 可以用布 可以用廚房紙 一樣沒問題 就是這樣 濕一點水 這樣呢 就拍在邊 那麥風度呢 就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這樣 好 又來了 那我們看一下今集呢 又有什麼是Google啦 那烏雞呢 其實呢 跟營養成分上 是跟普通白色肉的那些雞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大家都是雞肉來的 最主要的重點呢 就是 因為烏雞呢 它的生長速度比較慢 我們平時吃開那些肉雞 基本上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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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天啊 60天啊 這樣已經可以吃得了 但是呢 烏雞就會比較久一點 位置的成本會高一點 亦都會定價高一點 但是 不是那麼簡單的 我們不是說蛋白質啊 那些營養成分的嘛 那呢 在本草項目呢 就這樣寫了 烏骨雞 聖味呢 甘平無毒 主治呢 補虛奴虧損啊 自消汗 中惡心腹痛 亦產苦 自苦人崩中下大 一切呢 就是虛損豬病 就是這樣啦 好啦 那我們呢 經過了一個小時 那我們已經 搞定了 好嗎 這個都關火了 我們打開這個 看看 不錯不錯 非常開心 應該打開這個呢 都是差不多的 嘩 真是略有不同的 最明顯你在哪裏 可以看到那個不同呢 就是在那個杞子那裏 杞子呢 它是基本上 這個呢 是比較明顯 看到它是吸了水的 就算乾放進去呢 它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這個呢 面頭那些呢 就會比較乾一點 因為它沒有吸到水 不過你相信我吧 吃下去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就是你不用說 真的要很故意的買這個 那當然啦 這個 當然要收200元 這個就60元 氣鍋雞 兼玻璃豆雞 完成 完成 那我們呢 今次這個 氣鍋雞就完成了 古語有魂 一雞兩尾 我們今天 兩雞一尾 嗯 它呢 吃起來呢 很滑 很細緻的 跟呢 平時吃的黃色的雞 有一點點不同 即是它那些 肉的纖維 一絲一絲 好像是幼一點的 那究竟我們現在這樣做 跟蒸雞的分別在哪呢 你蒸雞呢 就會鋪得很平 然後一次去蒸熟它 那它熟的速度 就會快一點 這個方法呢 你就可以慢慢煮 因為它整塊 熟了 變成了那些 除了雞肉以外的 配料呢 是比較適合這樣做的 你看到呢 它們全部東西呢 都會呢 比一般蒸雞 會比較脆一點 吸味一點 它會給你 就這樣蒸 是 在配料上 這個是你比較清淡一點的口味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氣鍋雞了 大家回家試一下 成本效應 幾高 因為原來整隻 這些雞 都是幾十元的 但是你出去吃 這些就起碼 兩百元 百多元起跳 對不對 沒有難度的 除了斬雞 那如果你已經買 已經預先斬了 那基本上 把那些味道都放進去 送進去蒸 搞定 這樣就收工了 而這個還原度呢 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本身是怎樣養味的 我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所以我給 兩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 氣鍋雞試作報告 那這集也來到這裡了 記得在Facebook 記得訂閱 喜歡可以加美元贊助 我們有 五棟級別 需要大家的支持 還有我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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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棟有新片 星期日都可能會有 星期二、四、四 還可能會有LIVE碟 就是這樣啦 下次再見 拜拜